我必须跟大家老实的说 我拜托大家一定多准备一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女熊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去菲律宾游学必带的三个东西 以及哪些是我带了 结果后悔莫及根本不需要带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对这次的 行李打包清单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啰 首先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今天的示范选手 他是Acer的复古造型 汉胖箱 他长这样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小故事就是 我从菲律宾回来台湾的那一趟班机呢 就被贴了一个超级大的易碎品标签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那个形象大概就是坏掉了吧 所以今天呢我就会以他来作为示范 给大家看一下我去菲律宾带的哪些东西 然后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来实测 他的容量大小 以及他的功能介绍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带的呢 就是拖鞋 最好是这种很新变的夹脚拖 可以带一双 那如果说你的行李箱有空间的话 可以带到第二双 我觉得建议是可以带那些防水的室内拖鞋 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记得他拖鞋呢 因为我这个人本人就是有一点脚趾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敢看脚趾啊 或者是穿鞋一定要穿包鞋的那一种 比如说布鞋啊皮鞋这一类的 因为我平常在家还有出门 我都不太会穿拖鞋 就算要穿拖鞋呢我一定会穿那种包脚趾 就是看不到脚趾头的那一种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啦好啦不要带好了 结果呢我最后就是到了他们当地的shopping mode 去买了一双拖鞋 然后最后因为行李箱容量不够 所以没有带回来 我就是这么笨这么傻 因为就是觉得说反正应该不会穿得到 还带了皮鞋去我真的 那再来第二个一定要带的呢就是环保餐具 那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带环保餐具呢 因为据我所知在菲律宾的语言学校 基本上都是有 所以等于是说你的三餐 都会在你们学校的餐厅里面吃饭 可是呢就像你国中高中去吃营养午餐一样 有些菜色总是你不喜欢吃的 然后你就会想说 好啦不然啊我今天晚上就吃一下泡面好了 结果呢我晚上发现我竟然没有一个 叉子跟汤匙可以吃我的泡面 所以我才会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 至少带自己的环保餐具过去 如果说你临时要吃个东西的话呢 就可以用你的餐具去吃饭 或者是说你怕外面的餐厅不够卫生 你也可以带自己的餐具 因为我的朋友们呢他就是想要吃泡面 结果跑去餐厅借 可是学校餐厅时候 学校的餐具是不能外借的 所以最好是有自备餐具是最好的 再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防水袋 对 因为呢去菲律宾很多时候都是会去跳岛 或去玩一些水上活动或是去浮浅嘛 那这种时候呢你一定会想要记录一下水底下的风光 但是呢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带防水袋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拍到水下的风景 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在菲律宾真的很多水上活动跳岛啊 或者是游泳池的度假行程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防水袋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拍出妹妹的网美照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必带的三件东西之后呢 我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我当时打包带的哪些东西 那这个行李箱呢 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双门对开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呢 一般来讲的行李箱 它会是开在比较扁的那一侧 然后是这样子翻开的嘛 但是这个呢它是对开的 而且它没有拉链 只要在这边这个开锁的地方 轻轻的往下一扣 它就会轻松的开锁 那这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是 因为它是胖胖香嘛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容量是非常深的 所以可以装一些鞋子啊 或是盒装的伴手柄 都不需要特别拆开去放 我觉得很方便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实测看看它的容量 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到底带了哪些东西出国哦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浴巾 那当时我是带两条浴巾去 但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它们洗衣房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基本上呢 一周可以洗到三次左右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带两条浴巾 而且它还满占重量的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只带一条就好了 那如果说有需要盥洗的话呢 就直接拿去学校的洗衣方 那把这个放完之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带了哪些衣服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 可以穿漂亮一点 就带了很多比较厚重的衣服 结果那边的天气热到 我根本一天都没有穿 所以我觉得 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带这样子 比较轻松简单的T恤 这件我应该在影片当中有穿到蛮多次的 就是YouTube的T恤 就差不多这种材质 纯棉的 然后 比较朴素的T恤就够了 因为那边真的非常非常的热 然后你穿短袖T恤 反正你也只是去学校嘛 你只会在假日的时候出去玩 所以我建议就是带一些T恤 然后可能洋装就备个一两天份的 就是假日出去穿就好了 再来我蛮推荐的是这种背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有穿这个背心 因为背心呢就非常的透气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热 或者是说你可以穿平口的也OK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多带一点 再来呢 我推荐大家可以带牛仔短裤 然后可以带个两到三件 我自己的话呢是带了两件 还有一些长裤 但是因为我觉得长裤到后面 我基本上是没有穿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 我毕业的你那天有穿到吧 平常时候我都是穿短裤比较多 因为我必须说真的真的太热了 你穿长裤你真的会穿不住 千万不要买那种春眠的 如果说你带西装裤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你穿到那种运动裤的话 你真的会热到不行 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带一点短裤 那这边饭完了还有蛮大的空间 所以我决定要继续塞 再来就是内衣裤还有泳衣的部分 我觉得这部分也一定要带 那如果说大家除了比基尼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泳装呢 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带一点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带了至少两套的泳装 一个可能是比较适合潜水的那种专业泳衣 另外一种就是适合拍照的比基尼 或者是比较漂亮的洋装式泳装这样子 那再来呢你就可以把一些你的内衣裤呢 一并丢进去还有袜子 那我在这边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带太多 因为你真的是两三天可能就会去洗一次衣服 相信大家去菲律宾一定会想要买一些当地的零食 像我就扛了超级多的零食回来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留一些位置 还有留一些重量给你要带回去台湾的伴手笔们 衣服这部分呢真的就是重俭就好 因为在菲律宾大家都穿得很朴素 你也不需要穿得很花俏 那再来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说 记得带我们的台湾国旗 这是留学生必备的吧 我去加拿大还有我去德国的时候 还有我去菲律宾我都带了这个台湾的国旗 就是在你们毕业典的那天呢 可以跟大家拍一个大合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天拍的照片 我觉得还蛮温馨的 再来呢可以带一个购物袋 我带的是这种托特包 这个是我在英国买的 这个是V&A博物馆的这个购物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也非常的实用 就是如果你去隔壁的超市 买个泡面啊买个生活用品的话 都可以直接用这个购物袋 因为有一些超商他们是会收钱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省钱的话 环保购物袋也是可以救地球的方法哦 到这边呢我的右边呢还有很多的空间 但是我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就把它盖好 那左边的部分呢主要就是放一些生活用品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在德国买的国际电压吹风机 那在台湾呢也有很多是国际电压的吹风机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吹风机是我在欧洲买的 所以它的头是欧归的源头 那在菲律宾的话我们学校是有两种插头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源头的 或者是你是扁头的 就是台湾用的那种的都可以用 那在菲律宾的电压呢是220伏特 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带台湾的吹风机的话 可能会爆炸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国际电压的吹风机 以及电器 或者是说你去买变压器也是OK的 那我这个的话就可以调整成台湾的电压 以及欧洲或者是菲律宾的电压 所以这个我是随身一定会携带的 接下来呢就是雨伞 因为在菲律宾要码就下雨 要码就太阳非常大 所以呢你可以带一把里面是黑色的这种遮阳雨伞 像这把我就是带虾皮嘛 而且它是自动伞非常漂亮 长这样它就是可以防风防雨 然后呢可以防晒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然后呢它收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轻便 就可以当做是一个随身攜带的雨伞这样子 所以我也会把它放进我的行李箱里 再来呢就是这个化妆包 那其实我化妆的东西呢 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待一个月或者是两周的话 就差不多这个就够了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带了一个超大的化妆包 结果我发现我永远每天用的化妆品就只有那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只带一个小小的化妆包就够了 那我就把这个一样放进去 接下来可以带自己个人喜欢的卫生用品 如果你是女生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会有月经的话 可以从台湾带你喜欢牌子的卫生棉去 因为就连我去欧洲还有加拿大 我都是带自己习惯用的卫生棉 因为那边的人比较习惯是用卫生棉条 但是我自己个人不太喜欢用卫生棉条 所以呢我就多带了这些台湾的卫生棉去 那如果说你们量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带在看卫生棉裤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用 那再来比较推荐的是大家可以多带几个口罩过去 因为呢我必须跟大家老实的说 因为菲律宾那边的空气真的非常的不太好 不太好 对因为我去那边呢我会发现自己出门之后 过了几分钟身上全部都是灰 然后我的包包可能拍拍都会有灰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比较担心空气污染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戴个口罩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会在街上BBQ啊 或者是排放一些废气 所以我觉得还蛮需要去保护一下自己的呼吸道的 再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袖针包的面纸 我拜托大家一定多准备一点这个 因为我原本以为那种私立的语言学校 他们都会提供卫生纸在厕所里面 结果呢我去的时候发现嗯没有 然后我身上呢又没有那种卫生纸 因为在菲律宾使用的都是卷筒式卫生纸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 还是我去跟警卫借 结果我去问警卫警卫跟我说 欸你要自己买喔 学校里面也有卖 那学校卖的当然会比较贵嘛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从台湾多带一点这种 袖针包的这种卫生纸的话 可以随身在包包里面就放一个 出去外面上公厕啊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上厕所的话呢 就带这个卫生纸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带这个卫生纸 所以我每一次去厕所 我都是扛那种超大桶的滚桶卫生纸去上厕所 我觉得超级糗的 那接下来呢是太阳眼镜 这个是我在加拿大买的 它是ROOTS的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带几个太阳眼镜去 就是当个搭配然后防止外线 也可以保护自己的眼睛 那再来呢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 汤匙跟筷子的部分 也记得可以带一下以防你晚上想要吃宵夜 因为像其实这个也很宽嘛 但是放进去都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适合 然后如果是你平常有在戴隐形眼镜的话 建议呢隐形眼镜 像这种韩国All Lens啊 或是Lens Style的隐形眼镜 日泡月泡都可以多带一些过去 然后生理时间水的话 我印象中它们的屈臣是有卖 但是呢我会比较推荐可以买那种小包装的 小包装呢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出门可能去旅行或去跳岛的时候可以戴着 那最后最后最后非常重要就是常备药的部分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带了止痛药 然后感冒药也是 然后再来是这个德国的胃药 还有我的止蟹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菲律宾呢我听到很多同学 都是会发烧腹泻等等的 尤其是如果说有吃到不新鲜的海鲜的话 很容易拉肚子 那这种时候呢止蟹药就非常非常的实用 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止蟹药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晕船晕车药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忘记带到晕船晕车药 所以我就跟我的经理拿 因为我那时候要去跳岛 结果发现自己忘记带到晕船药 所以就还要跟同学见 虽然说在当地买得到 但是在台湾的药我会吃的比较安心 所以建议大家药品都是从台湾带的会比较好 那再来最后就是自己的个人的保健用品 像这个就是德国鱼油跟德国维他命C 我全部都带过去吃这样子 好那这全部东西呢都可以放进去 像是这种比较薄的呢我就会放在这个夹层的部分 全部都往里面塞进去 最后如果你有需要带到两双鞋的话 我这边做个示范这个是Air Force 我就直接把它放进去 就连是鞋子呢容量也非常非常的刚好 它完全不会让你的行李箱关不起来 最后呢把它合起来就大功告成啦 那最后呢一定要记得带的是你的护照 你的机票还有你的签证这三个一定不要缺少 那如果说你想要带笔记型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话 我自己的习惯都是会跟着我一起上飞机的 还有任何就是含电池的东西也只能上手提 不能拿去拖运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先把它拿出来 不然过不了海关 对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记得多换一点美金 因为美金对批索的汇率比较好 会比你从台币换批索更好 所以在去之前呢先在台湾换一点美金过去 那你可以不用一次换成批索 你可以分批分批去换 因为在你学校附近周边的超市呢 应该都有一些换钱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在你想要的时间去换的钱 或是你可以先看好汇率再去换 那时候我就是没有带太多美金去 所以最后只能用台币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学们借钱这样 讲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李箱 我非常喜欢这个撞色 因为它黑色撞这个咖啡色我就觉得超有质感 它是做这种仿皮革的颜色 所以很漂亮 而且我自己是咖啡色迷 所以我超喜欢这个手把的颜色 它另外一头的手把也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没错它也是做这种仿皮革 那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奶油白色 这个白色的话是20寸的等级箱尺 所以那它旁边一样是做撞色的手把 然后这里是银色的框 黑色的话是黑色的框 所以这两个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20寸还有24寸的比较大小 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箱子本身呢 是铝合金材质 所以它非常防撞 而且它非常的坚固 像我每次去玩国外我都觉得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行李箱都变成一团破铜烂铁 所以我觉得这种材质呢我会比较放心 那再来呢它有这个防撞的边角 所以在搬运行李箱的同时呢也不怕会摔到 那它的轮子呢是360度的腕向轮 所以拖起来真的超顺 旋转都完全不会卡顿而且也没有噪音 那它的三段式拉感是可以自由调整长度的 这样子调整起来都非常的流畅 那最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我自己最喜欢它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对开胖胖箱设计 因为它可以放一些比较厚啊或者是比较宽的东西 像是鞋子或是靴子之类的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它非常高颜值 因为像我平常呢就会去摄影棚拍照嘛 那很多时候我一次去摄影棚就要拍司机组照片 那可能要换很多个衣服 那这种时候我就会拖着行李箱去摄影棚 就会比较方便 那像我自己本身呢明年也要去韩国 就是有这个计划这样 那我有先查过一下联航的航空公司规定 他们都是说只要三边加起来不超过115公分 就OK可以上飞机 所以这个20寸的白色行李箱呢 明年也会跟着我一起去韩国 它是可以顺利登机的 那关于尺寸的部分呢 如果你今天是1到3天的短期出差 或是短期旅行的话 我觉得可以带20寸的就刚刚好 那如果说你是需要到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这种长途的话 我会觉得黑色那个24寸会比较适合 那我会把这两个尺寸表呢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啦那希望这集影片呢 有帮助到未来要去菲律宾游学的人 那这个行李箱呢到9月底有一个活动是 亚洲万里层数6倍送 我会把详细的资讯呢 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到他们官网去看更详细的商品介绍喔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请在下方帮我点下喜欢并且订阅我 如果想要追踪这段 还可以到Instagram或是Facebook粉丝就按赞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Cheers